大家好 我是魔人 這次回來繼續跟大家玩玩完美世界W 我們介紹一下如何極速升級 以及一些重點的玩法 首先介紹遊戲的開服福利 非常豐富 首先就是永久的追風炮 當然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旺柴精靈 還有79級的橙色項鍊 這個項鍊使用到100級都沒問題 除了這七天福利之外 當然還有預約獎勵 也有永久的騎座、永久的時裝 還有永久種族的飛行器 全部都是送的 所以這遊戲簡直可以說是福利滿滿 每日必打的副本 可以幫助大家獲得大量經驗值的 就是這個鳳鳴谷 這是其中一個經驗副本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進來的時候 其實一路打怪 這些經驗都會瘋狂地爆發出來 所以如果大家每日 就算多忙都好 記得一定要進入鳳鳴谷的經驗副本 去刷多些怪 拿多些經驗值 好 給大家一個溫馨小提示 如果大家進入副本 記得是組隊一起去打 這樣你的經驗值會有加成 即是可以獲得多些經驗值 亦可以打得輕鬆一點 前面的小怪群 其實很容易通過 最後我們打完BOSS 食人花女王 就可以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第二個獲得大量經驗值的任務 就是上線佛惡 我們做上線佛惡的任務 其實很簡單 找張三去接這個任務 之後我們就會看到不同的惡史 我們打敗這些惡史 又是可以獲得非常豐厚的經驗值 所以大家每天一定要做上線佛惡的任務 提提大家 這個任務也是 如果大家組隊的話 可以打快一點 以及輕鬆一點 所以大家記得 這個任務也是一定要組隊的 有部份任務點在天上 即是不會讓你玩得那麼悶 當然 如果大家沒空 自動過關也可以 最後必做的一定是 這個最輕鬆的曲別針換別墅 這個跑腿任務 既然叫跑腿任務 那當然是非常輕鬆啦 我們只需要找到 這個李夢伯 就可以接到這個任務了 而接完這個任務 我們只需要去到一定的地點 我們就可以獲得經驗值 這樣就相當輕鬆 每天可以做十次 好了 跟大家介紹完升級之後 我們又介紹一下強化系統 以及精靈的玩法 第一件事 強化就是精煉 我們可以將武器、防具、飾品等 任何一件事進行精煉 精煉成功就會幫助我們 加強戰鬥力 這也很重要的 接著就是鑽刻系統 我們只需要一些鑽刻素材 接著就可以將武器鑽刻 當我們的武器鑽刻之後 攻擊力會大大提升 還有就是魂石系統 我們可以將武器裝一些石 包括一些攻擊寶石 又或者是命中效果 或者是加血的寶石等等 我們亦可以將這些魂石升級 升級越高 它加的數值又越高 所以大家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不要錯過這個魂石系統 最後還有考將這個功能 就是讓我們打造裝備 無論是產裝又或者飾品 我們集齊一些素材 就可以打造裝備出來 除了裝備之外 遊戲還有精靈系統 精靈方面有不同的類型 包括攻擊型 法術型 物攻型等等 很多不同類型的精靈 讓大家選擇 我們亦可以透過上古精靈彈 去合成精靈出來 精靈會有屬性 我們亦可以透過提升精靈屬性 去增強精靈實力 精靈浴城的玩法亦很有趣 接下來就是技能系統 技能系統就是我們一路升級的時候 就會一路開放不同的技能 讓我們使用 也可以讓我們配置技能 我們可以把技能拉到平時控制的位置 無論是直環 也可以隨心所欲地配置技能的位置 讓我們的操作更簡單和容易 如果大家加錯技能 我們就要消耗一顆九轉易星丸 去重置技能 所以大家在加技能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加錯了 也可以重點 我們亦會有些生活技能 包括釣魚、採閘、攀任、製藥、吉星和命星 我們升好這些生活技能 就會令我們有些能力加強 例如生命 又或者幸運值 如果幸運值夠高的話 跌落的裝置亦會比較稀有 我們需要採閘才能做到攀任和製藥 我們可以透過釣魚獲得一些食材 然後製作一些食物 這些食物可以幫我們恢復真氣 在戰鬥之中相當有用 當然製藥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可以採集藥材後製作一些藥物 包括有血藥或藍藥 釣魚系統 所以我們去到釣魚點 就可以直接釣出一些食材 這是悠閒玩法 亦是比較特別的玩法 大家玩這遊戲時也不要錯過了 我自己最喜歡遊戲的外觀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換出很多不同的外觀 我自己喜歡一些武士裝的外觀 不知道大家會比較喜歡什麼外觀 除了衣服之外 頭式也可以換 有不同的頭式給大家選擇 有些還很有趣 除了頭式還有背色 背色可以選擇一些武器 又或者是真真正正的飾物 我自己蠻喜歡這個足球 蠻特別的 還有很多不同特別的選擇 我自己就喜歡這個大貓 對啦 貓貓的樣子是蠻可愛的 特助騎方面的選擇也不少 還有電單車 非常之禁有型 當然不少是其他騎助 例如獅王 三尾湖 又或者是三色綠等等 不過我自己最喜歡的 也是地獄獅王 飛行器方面也有很多 有鳳球王 冰刃 然後是永夜 有些飛劍選擇 也有些神獸給大家選擇 那麼多外觀 怎可以少武器的外觀呢 大家可以看到武器的外觀 其實也可以換 所以如果大家收集控的話 外觀系統應該要有時間玩啦 來到影片最後做一個總結 這遊戲是非常爽快的 也可以說走到哪邊 玩到哪邊都可以 操作非常輕鬆 又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一起預約這遊戲 到時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們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